3月1號從新北市發起的大大攜手 讓愛會流捐血嘉年華活動 隨著氣溫的逐漸回升 願意挽起袖子 捐出熱血的民眾也越來越多 剛剛有醫護人員跟我講 我已經這次是第71次的捐血了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我想全國大家也都在 響應大大捐血這樣的一個部分 今天第18天 我們已經突破6000代的血 所以還有兩個禮拜 我相信我們做得到 我們可以達到我們的願望 當然在這麼多長官好朋友面前 請大家的一個幫忙跟響應 市長盧秀彥 立法委員楊瓊英 還有副議長閻立民等多位民意代表 攜手號召17到65歲的民眾來捐血 也特別感謝大大數位基金會 贈予台中市府的高頂富康巴士 大家都知道台中市 一共有277輛的富康巴士在行駛 服務5萬名的身心障礙朋友 一年要跑80萬趟次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行駛量 所以車子的耗損率其實蠻高的 有人捐給我們這個高頂的富康巴士 對我們來講就是及時雨 受到少子化影響24歲以下捐血人口 從2014年超過10萬人 之後下滑到去年的不到6萬人 為了順利達到募集1萬代鮮血的目標 台中台北新北桃園高雄新竹苗栗 七個城市串聯 鼓勵大家共襄盛舉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